在行政院老委会的引誡之下 由教育部所举办的青年团队政策研发竞赛 一日首长进席活动 特别来到了泰山的美宁工坊 在参访过之后 这些青年学子都对于巴比娃娃这一项 在地文化产业的永续发展 给予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可以说为美宁工坊带来了新鲜的刺激与活力 在行政院老委会的引誡下 大教育部所举办的青年团队政策研发竞赛 一日首长见习体验 特别来到泰山美宁工坊 我想企划一个带状的活动 它是一个就是展示可能从唐草 可能从古代我们原住民 然后还有唐草 每个不同阶段的历史 然后有不同的服装 然后就是有真人的服装修 但是我不太清楚 那个如果要做成人的比例的话 需要多久的时间 如果衣服 真正的人与力去做一个展示的话 基本上一个场地跟人力跟经费是很困难 可是如果把它缩小的话 讲故事是非常有这种 我觉得有这种创新的 而且很吸引 因为不管是老少鞋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来这边看 不管是乌鱼山 乌鱼山 不管是你们大人 无人讨厌很多娃娃 在座的学生参访过后 对于美宁工坊 都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在地文化产业 如何永续发展的部分 给予很多意见 看到这个新兴的产业 然后也找到了 就是台湾未来的方针 其实这个蓝海策略 也是台湾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创造很多 就业的机会 然后也可以让年轻人 比如说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就先来实业在学习 这样可以检定他们的学用落差 然后以后也可以 就是说降低政府的就业率 真的很希望说台湾 整个的产业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未来的发展方向 真的需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些重要元素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价值 更加的提升 其实我觉得刚才经理讲的 都是非常非常需要 去往前去发动的一种 有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需要透过各位新兴的产业里面 可以把这样的地方的在地这种社区产业 能够注目到年轻人的身上 让年轻人回到这个互乡 未来台湾就是自己的互乡 是最努力的方法 我觉得这一块希望大家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我们台湾未来绝对不失望 在地文化产业需要创意 需要青年朋友加入 青年团队的参访 不只让青年朋友收获良多 相信也给美宁工坊带来 新鲜的刺激跟活力 以上新闻记者泰山采访报导